花蓮师生参加今年IEYI世界青少年创客发明展世界赛 及第60届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全国赛表现优异 包括了宜昌国小、东华富小还有志强国中等都夺得佳击 岁末年终之际现场徐征卫为获奖的学童颁发奖状 也勤迷未来更多老师和同学可以在科学领域上发光发热 2020IEYI世界青少年创客发明展世界赛 及第60届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全国赛相继落幕 而花蓮师生也在竞赛中夺得佳击 2020IEYI世界青少年创客发明展世界赛 原定在俄罗斯举行应受疫情影响 改为视讯发表及问答 花蓮县代表队人凭坚强实力在世界赛中勇夺佳击 对象团队包含自强国中、东华富小、宜昌国小、中华国小 各自拿下赢通及加做成绩 另外有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主办的第60届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 包含磁大富社国中、国风国中、华冈国中以及东华富小 也都在近400件作品中脱颖而出 今年本来在俄罗斯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很遗憾 孩子没有办法出去 但是我们依旧拿到了世界的名牌奖 还有我们很多的特殊奖项 我想这是给孩子最大最大的鼓励 也是给老师最大的信心 我相信老师在陪伴孩子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是老师无限的奉献和付出 那另外全国的比赛 郑慧阿姨也要感谢大家 所以花莲有大家真好 我们继续持续的脚踏实地 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岁末年中之季 徐正蔚特别为获奖学童颁发奖状 得奖学生也再次介绍自己作品 期盼未来更多参赛的老师和学生 持续在科学领域发光发热 不断挑战 持续研究发明与解决问题 这次长方艳华连世报导